傳出來BBCO變成致命的恐怖攻擊武器之後 沒想到連隊獎機也發生了致命的攻擊 我們剛才看到畫面是黎巴刃是貝魯特 你看煙火沖天 整個天際線都充滿了融融的白煙 其實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子 真阻擋了戰士們 現在有一點點的非常的恐慌 因為他們不知道 手上的那個無線通訊器材 到底會不會下一個瞬間 奪掉他們的性命或造成一個重傷 17號的時候傳出來是BBCO 沒想到他們換了一批BBCO BBCO一下子突然之間在幾乎是同一個時間點 大規模的整個都引爆了 造成的是目前為止12個人死亡 接近3000個人受傷 但是昨天的時候 一看的是他們同時也進了一批對講機 而這對講機也就爆炸了 而且在爆炸的過程中 造成的是20個人死亡 450個人受傷 而且呢 這個對講機裡面 這個爆炸的能力呢 是比BBCO更強大 因為對講機 大概紐約時報也去分析了 它的整個的體積 是BBCO的三倍 但是所以它裡面放的如果有炸藥的話 那個量可能就不是三倍 是好幾倍以上了 所以被引爆之後 所以看到的是昨天爆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是剛好有一個商禮 裡面有一個對講機一爆 所以整個商禮都是煙霧瀰漫 兩輛汽車 直接在停在裡面 直接爆了出來 最後還有好幾個房子 直接都濃煙沖天 統計的結果是 71個房子和民宅 在裡面發生爆炸 濃煙沖天 然後還有18輛汽車 那這個狀況是BBCO 然後在BBCO裡面呢 接下來就是 整個不管是曾祖長伊朗 又開始譴責 一定是以色列幹的 然後美國國務院都說 我們沒有任何的情資 但是以色列沒有出來承認 但是以色列講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這個關鍵叫做什麼 新型戰爭的新型態 戰爭的新階段已經開始了 然後這個已經開始什麼 因為過去的時候 確實有手機 但手機的高階晶片 你可能會被定位 所以會被斬首 那現在呢是 放成的是比較low end的 比較低階的 結果你BBCO 然後對講機 甚至還有傳出 還有一些 那個礦石的 無線的收音機 都可以變成這樣一個工具 而且這是一個殺傷率裡面 新陣陣狀態是什麼 因為你可以用這些呼叫器 對講機 協調 分散在到處的 曾祖長的戰士 那你現在 連這些通訊器材 都可能出事 你會斷掉他們的聯繫 所以他們會變成散兵游泳 那整個以色列 如果在對付他們的時候 那就是大軍進發 面對的是完全不通聯繫 我根本不知道 吳克一在做什麼 散兵游泳 那整個戰爭形態是徹底改變 那目前那個對講機 就發現很特別的是 中東有事 不只台灣有事 中東有事 日本也有事 那個BB扣呢 最早後來是 人家從殘骸裡面看到 Made in Taiwan 然後所以呢 我們的那個 金阿波羅公司 出來澄清 然後今天國安局也請他過去 調查局也請他過去 把狀況弄得很清楚 弄得很清楚之後 大概美國也關切 所以美國國會也講說 確證不是台灣做的 這個要跟國際上有講清楚的對不對 然後結果呢 這個對講機呢 這個型號 人家看他的外型 看他的特徵 竟然是傳出是日本做的 日本的那個 iCom公司 但是他也可能買過來之後再改裝啊 應該是模仿的 因為iCom公司特別出來澄清 2014年 他們就已經停產了 10年之後 3C產品沒有用這麼久的 所以他們可能是當時是國際上 所用的比較廣泛的一種 然後又被模仿 所以那日本的iCom出來說說 跟我們無關 我們2014年就沒有生產線了 可是那現在到底誰做的 那目前指向是 因為先前講過 因為他們很多的領袖 被精準的打擊 精準的斬首 所以他們又用這些low end的 所以呼叫器和對講器 好像是整個真主黨 上層的整個決定的 同一批進貨的東西 那當你目前是誰做的呢 那匈牙利那邊的廠商也說 我們只是中間的 我們沒有精手 不是我們製造的 但是現在是路透社金融時報 會說這個生產線 可能跨越了亞洲 整個歐洲非洲 大概有些零件 互相的湊出來 那當然就是有個專業的團隊 做出這種東西 而且非常精準的知道 真主黨要用這種東西 可是在這個整個變化裡面呢 台灣這邊呢 我們國安單位 當然就是向全世界 向鄭民出來說 不是我們幹的 但是發現說 還是台灣在這個過程中 受到了一種波及 因為就是境外勢力 然後台灣的在地協作者 開始特別的去把這個視訊 就變成台灣跟以色列 是恐怖同盟 然後就有一些什麼索馬利亞的 一些社群跟中國比較友好的 或什麼就開始拋這東西 然後就說什麼 還去講說今年四月中 他們就只說呼叫器 是四月中進到黎巴嫩的 而四月中剛好以色列議會代表團 來訪問台灣 然後跟台灣見了蔡英文 蔡英文說要深化跟以色列的交流 他們就台灣有一些媒體 社群平台就開始講說 這是蔡英文跟以色列 深化交流的結果 那這樣東西在國際上 打的就是變成台灣 好像在這裡面是有 事實上就是為什麼國安局要趕快去澄清 美國國務院說是沒有的 就是因為如果扯到這邊的話 有一些激辛的穆斯林 會不會對台灣因此產生狀況 那是危險的 而一些境外勢力 而國安局特別指向是中國 是不是也是刻意在找台灣的麻煩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